《地產名人堂》 繼續回到這部份是《地產名人堂》 這部份是和這位嘉賓 在學母集團執行董事件行政總裁 蔡英王興 Donald Hello Donald 你好 大家好 知到Donald 最近很繁忙 很多業務要處理 當然要留意市況 政府全面設立後交投明顯活躍了 過去幾個週末都見到 發展商推售新盤 其實反應都不錯 而且售樓處都是人山人海 你怎樣形容現在的市況呢 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事關設立後 大家看到市場信心是正在回復 因此樓盤的活動都是較為多 在我們環貿來說 我們現在繼續開賣在何文田上蓋 現樓來說在大學國 碧雷軒都有幾好的成交 這些都是很高興看見 香港的樓市會弱 現在似乎整個市都在等 減息真正開始 但是美國又不知道何時才開始減息 是不是今年有都未知 是的 希望下半年 第一件真的減息出現 你覺得市場現在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信心會不會弱了一些 我想比以前絕對是好了 你說是否回復到百分之百的信心 自然未必有這麼快 都是要看剛才說的利息是否回落 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復甦 是否可以加快 更加有地緣政治的影響 那這些事都是 為甚麼今天來講 就是百分之百 可能一開始減息 打完仗就有個市場 一聲這樣上 這輪地緣政治局勢 也不是真的那麼穩陣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在這裏 2月底到現在 發展商剛才說 推幻積極 有貨美 有新盤 不過大家就形容 價錢相當之克制 有些用撈底價 有些又說價錢方面 接近二手市場 當中有甚麼反應呢 我想其實現在貨美 都有1萬多2萬 接下來供應 也是有2、3萬推出 在市場方面 大家都看到 其實在短期內 那個需求和供應 其實都是供應多的 自然在這方面 因此價錢不會太進取 都希望是貨源輪轉 似乎競爭都很激烈 因為各個發展商 比如說申請賣樓花 申請都多了 在這樣的競爭情況之下 你們集團又怎樣 部署你們的賣樓方式呢 我們我想就較為 是彈性多些 因為我們不是上市公司 因此在現金樓方面 我們也是較為充足 就沒有說你說 很需要急著去貨 拿現金回樓的 我們都是循著我們自己的步伐 當個項目是有條件的話 那就推出市場 特別是年頭的時候 你也說了 今年你們也有多個本 是會推售 其實現在的進程 有沒有加快到呢 特別是 譬如我們都關注東京街的項目 那個進程又會有 因為要拖慢些 避開競爭 我想我們也不會拖慢些 也不會特別去加快的 我們東京街仍然都在等著入伙市 我們也是開始部署在賣現樓 我們會做show flats等等 都有一段時間的安排 但最緊要就是拿了入伙市之後 我們可以帶到那些黑人真真正正去看現樓 所以我們對我們的產品都是有信心的 如果用現樓的形式賣 那會怎樣參考其他的因素來開價呢 我想自然都是市價 今天來講大部分的發展商 都是較為貼近市價去推售 這個我覺得是政府減納了之後 至少少了那個交易成本 不要那麼貴 大家在賣賣方面都較為可以貼近市價 東京街這個項目 你現樓發售 為什麼會有這個考量呢 特別在這個項目大家關注 就是用MIC 就是組裝合成方面建造 其實這個都是首個私人發展商 用這種形式去興建 當中有些什麼利弊呢 我想政府其實就看到香港建築業 其實很短缺人手 在施工方面是有一定的滯後的 因此就希望用組裝合成 可以在廠房那裡 在建造方面加快步伐 但同樣我們看中這個組裝合成 其實就是在質量方面 因為在工廠環境安全的環境建造 其實在那個手工方面 是會比現樓做得更好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決定 用現樓的模式去發售 讓大家的用家可以看到那個手工 是比其他一些項目 如果在現成的話都是較為理想 另外一個就是環保 我們集團很注重可持續發展 那用這個組裝合成 其實在建築費料 是大約減到百分之六十八 在噪音啊 在這些碳排放啊 也是有一個很大的減碳 那這些都是可以在可持續發展方面 做出一個貢獻 似乎發展商私人那些 就不是那麼喜歡用這個MIC組裝合成法的 就有各式各樣的理由 那其中一個就說擔心那些用家 就覺得用這個方法做出來 那個質量未必那麼理想 但照你剛才說 就說質量是會更加美的 這個是不是就是萬現樓的時候 如果做得好 會不會開成一個風氣呢 這個也是希望大家市場 看到組裝合成的優勢 這個不止其實就在建築成本啊 在那個速度是可以做出改善之外 就是說將來漏水那些東西 不用再擔心了 因為在那個檢測出廠的程序 其實很嚴謹 好像整輛車一樣 就是在廠裡已經做了很多測試 做好QC的 又再測試 那因此那個手工一定是較為理想 那還有現在組裝合成就更加是彈性多了 譬如我們東京鞋的項目有些場 雖然叫做組裝合成是一個盒 就是一個盒 但其中那些場都是可以去撇除 所以如果你將來廳和房間之間的那部場 你不想要的 可以的 所以都不一定是結構場來的 是的 成本是否真的會減到呢 因為很多發展商跟我說 其實貴一些的 是 我想如果只是看結構的成本 是貴了的 是 但是因為時間省了下來 那個材料好像更加你用得好 那就更加不用上手了 那那些其實如果計算下去 其實整體的成本應該是差不多相宜 那更加好話說 就不是每一個地盤都適用組裝合成 譬如有一些很小的 條路很窄的 那運輸未必這麼方便 那但是為什麼東京鞋 其實是一個好的例子呢 事關東京鞋 都是一個單一動樓的發展 那一個這樣的地盤都發展得到 那給我們很多信心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在東涌 那個配電站上蓋 那裡有2千多個單位 48層高 我們都決定用MIC這個組裝合成 那就是說一個單一很小的地盤 到一個較為大規模的建築 其實都是可以用到組裝合成的 48層高 是不是真的由底到頂都會組裝合成呢 那為什麼調上去呢 48層都很高的效果 其實沒有分別的 今天來說 你都是要調鐵上去上面 就是挺高的 這個只要預先安排 計算得到 在天秤規劃那裡做足功夫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計算得到 都是安全的 那過去一年呢 有多地皮的樓標 今年就全面設立 發展商應該都會 在增加土地儲備上面的策略 有沒有不同到呢 我想隨著發展商手樓的貨源 一直是減少了 推出市場 那自然是要補充一些麵粉去做麵包 那一次看今年那些投標呢 我想都會是多參與的不同的發展商 最新呢 就是樂建居的地皮了 柴灣 上次流標之後 現在又再進行招標了 那對於這個項目 你覺得一般的發展商 參與的意欲又怎樣呢 有什麼特別的因素要考慮 它都很長的 去到7月中左右才是指標的 是的沒錯 第一要長一點去計數 大家看清楚一點 第二其實很多時候就說 在那個條款那裏呢 其實那些風險不要給發展商 我覺得大家尤其政府呢 都有一個責任去分析 在哪些呢 以前譬如居者有期屋 就已經訂了一個價格買回來 這個價格是可以保障將來的市場 如果不是的 至少在一些條款方面是可以 你說不要 即有個保底價會好些 聽起來應該都對的 但我想問一下 最近我們見到資助防空方面 去貨速度比較慢 大家說反應呢 就不是說好像之前那麼刺激 那其實你自己怎樣看 現在呢 就是全面設立之後呢 那個市場上面呢 發展商在推本上面 都挺克制的 那其實資助防空方面 現在那個策略應該是怎樣呢 或者我們說不同的職業階梯 應該再縮減一些呢 我想其實現在就是說 政府的公營房屋呢 幫私人市場 就是有部份呢 是大家重疊了 那這個自然就多個競爭在那裏 那可能接下來其實 在發展商的策略 可能就是政府如果 繼續起一些很細形的單位 又說呢 發展商我想就 未必起一些很細形的單位了 那更加就是 在那個 現在的7-3比那裏呢 其實隨著市場的改變呢 其實政府應該都考慮一下 是不是適當的調節 即公私人房屋比例 變化六四 那這個可能呢 政府要再想一想了 休息回來呢 會繼續跟蔡宏兄聊天的 地產名人談 地產名人談 繼續回來這一段 就是地產名人談的時間 我們嘉賓有華姆集團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蔡宏兄在這裏 也有嘉賓主席余錦雄在這裏 休息之前呢 講的公私人房屋比例 應不應該由7-3變成6-4 另外就也講的 那些事業階梯上面 應不應該有些轉變呢 剛才講的樂建居 都是事業階梯的其中一部分 政府就似乎將風險 擁有給發展商了 那你就買地了 不過你將來賣呢 就是6-5折 但是我自己這樣粗略計算一下 那你6-5折 那不見了那3-5折 其實呢 就建築費不能節省的 給10足 那於是乎利息又給10足 那你那3-5折就在地價上 那地價會不會負數的 這個希望不會 講真的 地產商都是要賺錢去做生意 都要計算的 都要計算的 沒有理由虧本去做生意的 那而且就算是賺了 賺就6-5折 不虧就10足10 那風險很高 沒有啊 因此剛才都講到 希望政府在那個風險評估 分擔一些 幫發展商不要只是給私人 去承擔這個風險 那換句話說 如果政府說 就是輸錢的時候 政府就佔一個比例 你覺得是其他一個建議 市場可以給很多不同意的 是的 那地價方面 會不會因應市場方面 有些調整 這方面都是市場上面 給一些信息給政府 希望政府考慮考慮 另外 政府近年都很多事情做 除了樓市之外 他們都大力推動 日夜繽紛經濟 和經濟發展 城市都一浪子不浪 我知道華貿集團旗下 都有不少零售商場 其實當中怎樣去管理 怎樣看零售市道的情況呢 零售市道我想 除了我們結構性的消費的改變 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港人北上 來香港消費的 其實就沒有以前的旺盛 我們都需要做出應變 我想很多 尤其現在在e-commerce 就是電子消費 很多東西未必在店裡賣 怎樣吸引到商場 飲食是其中一樣 如果有特色的飲食 這個自然他們出來 是在F&B方面來消費 另外一方面 我們都要動多些老根 創新創意 做一些特別的 人家來香港 究竟想看見什麼 就不是一個連鎖店 去哪裡都有 就是一些本地的特色 以往我們經常說 香港的商場就是 你去這個商場 跟另外一個商場 進去的店舖 其實都差不多 不過近年都有所轉變 見到 我想其中一個 你可以看到我們中環街市 這個很值得問問你 一個消費的點 這個就不只是消費 還有很多活動 又有錄化的地方的中庭 又有人唱歌 有很多活動的 因此商場就不只是 一個銷售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大家聚在一起 消費之餘 其實都有娛樂 還可以交流的地方 我想再問幾句中環街市 因為你們管理中環街市 我也有經常去一下 其實都幾多元化 走進去都幾開心 但是現在中環的人口 就少了很多 外國人又或者遊客 都少了很多 引致到整個中環 甚至乎蘭桂坊的生意 都比較差 那你們經營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自然開關了之後 人是多了的 自然消費要慢慢地加上去 但是剛才說 就是要一些特別的東西 其實香港地方很小的 如果你說真的 某一點是所有的入客都去完 其實就是負貨不了 這個也是我們 第一希望人流 第二就是有些特別的消費 不同的時段 都有可能是消敷不同的客人 剛剛說中環街市 這個是三級的歷史建築 其實事件復收和活發之後 你們都一直負責接收管理和營運 其實都經過幾年的時間 適逢這段時間有疫情 加上疫情說經濟又不似預期 你自己看當中的挑戰是怎樣 目前的出租情況又是怎樣 現在就 我想租出可以說百分之百 我們百分之九十七 其實剛剛有一兩年 可能是剛剛完了租約 沒有租或新的租客進來 都是100%租出的 其實就是在這幾年 其實都看見很多不同的消費模式 我們都很注重有些什麼是需要的 而沒有 譬如我們一間一樓 有一間潮州菜館 其實看中環 想吃潮州菜其實沒有什麼地方 很遠 覺得有這個需求 去開業之後成績都十分好的 這些就是看到有些什麼生意可以注入去 其實現在在商場管理那裡 似乎有很多經濟轉型 就等於以前當然是開西餐廳 現在就開潮州菜了 那你怎麼看整個氣候的變化呢 我想其實零售來說 是絕對需要最多變化跟市場走的 那這個以前就可能是生意太好了 我們很多時候都沒有一些什麼新的創意 總之有些租金 以前隨便放下去就搞定了 現在就要花點心思 怎麼組合那個租戶群 給到不同的年齡的顧客 不同需要的客人都有一些新鮮感 這個很重要 這個營運策略是怎麼樣 未來怎麼配合 政府現在都說要搞活經濟活動 特別是中環街市這麼特別的三級歷史建築 其實都應該是參與其中 怎麼配合政府的經濟活動呢 自然在營運分那裡我們希望都搞多些不同的活動 例如接下來奧運 這個絕對有條件 大電視可以 還要通宵 大家一起看比賽 尤其是如果有香港隊出賽 更加大家幫他打氣 還是他已經買了那個轉播權 每個人都可以看 這個很重要 第二自然就是看球也好 看游泳也好 我買東西吃 是不是有那些零食在那裡 或者買運動 波鞋也好 運動衣也好 可能在那段時間是特別是好的 都要這些配合 當中你們不單止管理中環街市 當然你們自己本身也有如深廣場 還有就是剛剛早前 施資了四十億多 收購了新世界旗下 全晚如景新城的大型商場 D-park 還有停車場的全部權益 為什麼會有這個舉動呢 特別是現在我們說應後服上 經濟環境都一般的 零食又一般的 怎麼看這個市場的發展 可能現在收購價看 我想這個回報有一定的吸引 自然如景新城其實運作得十分不錯 很旺下的 事關於家庭 在親子活動那裡 做得十分理想的 那我們其實就看著 第一 當一些租客的租約員的時間 我們可能是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對年輕人 或者我們都有個想法 是不是有多一些香港特色的東西 可以變成遊客 都會來到如景新城去消費 那就是有一定的改型 將來是可以更加吸引多些消費 和不同的客人來到如景新城 另外我們就是剛才說到 我們在荃灣其實是我們總部也有余心廣場 我們也最近開了個余心園 那個木發石公園 那我們看到這些東西其實幫余景新城 一起是可以有些協同效應 大家一起就變成一個 就是玩一天開開心心的 就不只是去過商場 半周就完畢了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場地 都有不同的活動發生 那這些就是我們需要想多些 在創新創意那裡 更加給一些更好的服務 我們的客群 那現在工資你覺得會不會是一個壓力 對於營運商場 或者人手呢 我想人手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請人是很困難的 是啊 所以輸入外勞 零售業好像是其中一個受惠 很困難 那自然請人難了 自然工資有上升的壓力 但是今天來說 也是有科技的幫忙 譬如以前保安要逛逛 現在可能是用一些Smart Camera 是啊 CCTV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的保安服務 減少人手的需求 那我想兩方面配合 一定人手要找到好的同事幫忙 但是同樣就是在做事方面 在科技方面 怎樣可以配合得到 那當然了 接下來的垃圾徵費 對於不同的sector 都會有影響 現在就是希望它有機會押後 但是也有些人說 既然立法那邊已經通過了 其實都要付諸實行 那大家還是探討 總之現在暫時都是8月1日 就會實施垃圾徵費 4月2日還有個走數 其實想看一下 商場方面又怎樣配合 成本絕對是加高了 更加同事都有點擔心 會不會有些人 其實運作都有些困難 去扔垃圾在商場 那你怎樣搞呢 那更加我講的最重要 其實反而是教育方面 其實在源頭減費這些 其實就要大家教育 大家有個意識 大家看到其實很多國家 就在立例之前 懲罰之前 其實做到教育的部分 而且因為你的垃圾徵費 是源頭減費 源頭減費 你就要做好垃圾分類 還有廚餘的安排 但是我們這兩件事都做不好 就搞個收錢交代 這個是完美徵費 不是完美的 那個完美 有沒有預計成本方面會增加多少 在不同的場面有不同 但是由幾個%到十個%都有 都很厲害 幾厲害的一個成本 這個更加為什麼就是 其實大家是希望在源頭那裏 其實政府應該在源頭那裏做多些事 香港的問題是 剛才說到 就是說 在那裏分類的話 其實現在回收 現在好像全部拿去燒 沒有分的 沒有後面的支援 回收業的支援又真的不太夠 你看一下 所以這方面 其實想做 又未必真的完全可以做到 其實這方面 是看應該怎樣發展 因為其實你說 你們集團都很著重環保方面 那個情況 是的 ESG是重點之一 我們比如廚餘機 我們現在希望引進多些 在一些客戶方面 如果他們沒有這個資源 是不是可以我們一個公共資源 給到他們都可以幫到手 另外就是消費者 大家都有心去減這個發育的時間 就可以大家都在行為方面 有些改變 那不如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休息一會 地產名人堂 繼續回來這部分 地產名人堂的時間 我們嘉賓繼續有蔡宏卿在這裏 還有我們嘉賓主持有余錦雄在這裏 你好 剛才我們說了一輪房地產時動的事情 現在不如轉一下話題 因為最近阿Donald去了旅行 那些相片出來看得很漂亮 在哪裏來的呢 很特別 我去了南疆 絕對那個景色是很美 也是由沙漠去到大峽谷 去到冰山都有 那大峽谷去哪裏來的呢 南疆大峽谷 去叫做天山大峽谷 哦 屬於天山的部分 天山的附近 但我看見它很像美國的 是啊 是啊 很相似 如果有去過黃石公園 那邊Yuta那方面 其實真的 你不說出來 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哪裏 是不是 在美國 那如果由香港這邊去南疆 其實怎樣去呢 嘩很複雜 我就飛成都 跟著再飛烏魯木齊 有沒有直飛的烏魯木齊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嗯 那都遠喔 因為都成都 每加上五六個小時 沒有啊 其實新疆就 中國地面面積的六分之一 其實是很大的 是中國最大的省來的 自己內部飛都可能是三四個小時 是 是 是 那有空我們都可以到處去一下 因為現在 絕對值得去看一下 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第一 就是景色特別 第二個文化 是 有少數民族 其實都是很值得 大家了解一下 中國整個文化背景是怎樣 是 國家都有很多少數民族 其實透過這些旅行 其實可以看到不少的東西 也可以看到當地的文化特色 我們經常講 香港這邊要推動文化特色 其實都是要和外地方面多一些交流 多一些合作 其實這方面發展商 又可不可以幫幫忙呢 這個絕對 其實我經常都說 現在大家旅行就不是這樣表面 都是希望深度有 了解當地的文化 文化都重要 文情等等 這個絕對 香港更加有條件 我們有世界級的博物館 我們有世界級的博物館 由M Plus去到古屋 博物館的Museum 這些都是我們香港其實可以做一個橋樑 東西文化的交流 藝術的交流 但我們現在似乎不是那麼大的宣傳 因為香港人本身不是那麼用行動去支持 因為我們的藝術或者博物館 其實人流不是那麼強 但政府都著力在搞城市之多 慢慢 我們開始 有很多不同的藝術展覽 其實是否都在這方面要著力多些 這個絕對的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Warsel那些其實都是世界城市 是 那個很好 譬如剛才提到地產商怎樣幫忙 我們幫French May 法國五月一個文化交流 都有一定的合作 在我們中環街市和漁商廣場 都有一些攤位和活動 所以都很希望發展商多家的支持 另外香港面對人口老化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年老人士 就是老人家居住的問題 特別是老人院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知道你們把私有化了 就是叢林護老院 其實接下來的策略是怎樣 我們二月就是私有化了叢林集團 其實就是說可以更加多辦性 是幫我們集團一起合作 去推動這個養老的服務在香港 那我們除了院社 其實就在看在家安老 是怎樣可以幫我們傳統的物業發展 是結合上來 給到更多服務的住客和居民 另外一個自然都在研究 在幫大灣區方面 是否有一些方案 是可以把養老服務 是由香港擴展到大灣區 那自然法例方面是有不同的 因此都是摸索階段 感覺上以成本的考慮和空間的考慮 香港人養老其實去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但是具體的困難 除了剛才你說的法例 或者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具體困難 我想在醫療方面 這個事件 大家在醫療方面的接軌 仍然是未準確 由藥物對抵醫生 到如果真的有一些緊急事況 是否上回香港 是否這麼容易呢 現在就很高興看到政府 也是照顧到這方面 現在那些十字車可以過境服務 可以過境服務 可以過境服務 很多這些就是 將來這個大灣區圓融合 我們是有這個前景 有這個商機 但是自然還有很多細節要去處理 你仔細看60科技的發展是怎樣 這個其實就 我們今天來講 在香港做得較為是慢的 看見外面其實 在不同的國家城市 其實都較為是做得理想 這個第一 在那個科技方面的利用 你說平安鐘 其實不止平安鐘 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的 我們平安鐘都未必可以 我們就僅限於平安鐘 但是暫時還未普及 還有譬如今天來講 很多老人家 其實去有 要回醫院去覆診 其實排就排三四個小時 可能看就看一兩分鐘 那是不是一些外展服務 這個都是真是現實的問題 真的等幾個小時 很多這些是需要我們再看看 我們怎樣可以等老人家 其實似乎都是醫療這方面 在香港來講 不是那麼有效益效率 我想香港自然公立醫院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服務 我想大部分的市民 可能太好了 就不夠了 變了 其實如果你是普通告 都要去排行對策略 其實是因為太好 所以需求太大了 那未來呢 經濟方面我們現在超過 一千億的財赤 大家在講的 一些基建或者一些經濟方面的推動 都需要錢的 怎樣去分配? 我想其实仍然需要是投资未来的 这个不是因为今天财赤 我们就完全停止了投资未来 这个是较为短见 自然投资未来就不要做大白仗了 我们要有效率做到真的 北区那些其实应该发展就应该会OK的 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 最后想问你了 全年流价走势你怎么看呢 我仍然觉得如果是那个利息是回落的话 今年仍然有一个升幅的 自然不会升幅大 我们财亦都说了香港的GDP是2.53%的升幅 这个至少流价应该是跟得上 或者是好一点点 如果全年升3% 现在就全年打和 到这秒钟 那就是加3% 大家因应自己的情况 慢慢考虑入市的情况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多谢了 就是创王卿华贸集团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多谢了 多谢了 多谢 多谢了